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年后呢,我们已经正常开始上班了 有需要维修的小伙伴呢,可以随时私信我 这是春季过后我们收到的第一只镜头 佳能的百威 我们来看一下,粉丝描述是有两处没班需要请 我们来检查一下 镜头对焦拍照正常 我们打开防抖的开关 然后在对焦的时候 发现防抖组打开和关闭的时候噪音比较大 马上拆开进行检测 看一下这个噪音大的问题,能不能顺手给它解决 拆下后筒和主板 再拆下后组的固定螺丝 拆下防抖组 百威这只镜头由于使用不当呢,很容易造成防抖故障 怎么样才能避免 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关机,然后再卸掉镜头 拆下中心镜片 我们来看一下镜片上有两块没班 光圈的镜片上也有一处 浅镜片的后面也有一处没班 先拆掉前面的装饰环 装饰环是螺纹的,但是有胶固定 所以要先用酒精进行化胶 这样的话可以尽量减少拆些痕迹 放完酒精以后,我们先不要动 让酒精化一会儿 先来看一下防抖组 防抖组是在一个塑料支架里 我们先要把它拆出来 拆下定位柱和排线,拆下防抖组 防抖组的开关是由一个马达 带动这个带纤维的塑料环来实现的 开关的时候噪音大 一般是这个塑料环变形了 或者是有杂质需要清理 我们来拆一下装饰圈 拆下纤维环 然后来观察一下 纤维环应该是没有变形 那我们就把这些润滑油清理干净 然后换上新的 涂好润滑油 然后装好测试一下顺畅度 然后把防抖组全部装好 稍后进行测试 然后我们再来拆这个装饰盖板 泡的应该差不多了 用工具握住 哎,轻松打开 拆下装饰盖板 密封垫 还有一层胶带 拆下前头 然后拆下浅镜片 浅镜片的后面有一颗煤板 第二组镜片的前面也有一大个 对焦标尺的贴纸上也有煤板 它这个镜头应该好久没用了 这款镜头固定马达的弹片 容易松动和脱落 会导致对焦变慢 或无法手动对焦 都拆到这了 顺便给它检查一下 排除一下隐患 不过它这个还好 没有出现松动的情况 那剩下的工作 我们只需要把煤板清理干净 然后再装好 看一下清理后的效果 同样的方法 清理掉所有镜片的煤板 然后再清理掉对焦标尺的煤板 然后全部装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防抖开启和关闭的声音 没有之前那么尖锐 再来测试一下 手动对焦和自动对焦 全部正常 问题解决 无法非常有效 容易解决 把煤板比较大 然后修摸 就是我们下定无可 全部解决 engage 我们下定无可